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我这辈子做得最后悔的两件事情, 一是跟我如今的丈夫周扬结婚, 二是生下了小儿子周幼。 我丈夫在前不久,跟别人的女人在一起了, 比我跟他离婚。 跟他离婚没问题, 我就是舍不得我的一双儿女。 我刚找好律师,准备争取他俩的抚养权, 我那小儿子自己跳了出来。 妈,你一个全职主妇,穷得要死, 我才不要跟你过苦日子。 你知道我要买的球鞋有多贵吗? 你可别害我。 我女儿周会听了,生气极了。 周幼,你怎么能这么跟妈妈说话, 妈平时对你还不够好吗? 周幼发了个白眼, 她花的都是我爸的钱, 她没了我爸给的生活费, 还怎么对我们好? 她目光轻蔑, 周会,你爱跟妈妈过苦日子, 就跟她过苦日子去, 反正我不去。 我诧异于周幼的现实和无情。 我在周幼身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与心血。 她是个早产, 从小体弱多病。 为了照顾她, 我辞了高薪的工作, 照顾了她整整十五年。 她吃不惯学校里的饭菜, 我就每天五点起床, 给她做丰盛的早饭, 又早早去菜市场, 买最新鲜的菜, 给她做好午饭送过去, 最后换来的却是一句, 我就是个全职主妇。 她不要跟我过苦日子, 那一刻, 毫不夸张地说, 我浑身的血都凉了。 她见我沉默不渝, 以为我不肯答应。 她急了, 妈, 你不能这么自私, 你要是真为我好, 就该放我走。 我冷笑, 好, 我放你走。 她不知道, 我前两天, 托我妈买了张彩票, 中了二十亿的大奖。 婚内买彩票中奖了, 哪怕离婚了, 也要分周扬一半。 所以, 我打算以我妈的名义, 悄无声息, 把彩票给领了。 等我争取到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跟周幼顺利离婚后, 就带两个孩子去过潇洒日子。 至于现在, 我瞥了那白眼狼一眼, 她不配。 我婆婆张贵芳见我有了决定, 高兴坏了。 她笑着道, 女儿就是赔钱货, 你赶紧带着周慧有多远滚多远。 我特地看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周幼一眼, 她奶奶这样说她的母亲和姐姐, 她竟然无动于衷。 我彻底对她死了心, 我冷笑, 我还没跟周扬离婚呢。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周扬, 让她请假跟你离婚。 你今天搬出去, 明天许婉就可以搬进来了。 许婉就是周扬最近搭上的那个女人。 我儿子一听, 许婉要过来, 高兴地从沙发上跳了下来。 奶奶, 许婉阿姨终于要搬进来了吗? 奶奶摸了摸我儿子脑袋, 马上她就是你的妈妈了, 你高不高兴啊? 我儿子重重地点了点头, 不假思索道, 高兴。 我女儿周慧都被她弟弟 这副白眼狼模样给惊到了。 周幼, 你还是人吗? 妈含心如苦照顾你十多年, 你不仅不感激, 还要认破坏她婚姻的女人做母亲, 你是畜生吧你? 周幼听了, 满不在乎。 这不怪我, 谁让徐阿姨太优秀了, 她博士毕业, 还是大学老师, 她瞥了我一眼, 目光里是淡淡的鄙夷, 可我妈呢, 就是个家庭主妇, 天天跟柴米油盐打交道, 什么都不知道。 每次同学问我妈是做什么的, 我都不好意思说她 就是个家庭主妇。 我爸会抛弃我妈, 选择徐阿姨, 也很正常吗? 我一直知道我这个小儿子, 不怎么看得起我的, 因为她奶奶有事没事, 就在她耳边念叨, 我没什么用, 全家人都靠周扬吃饭, 她只有跟着周扬, 才能过上好日子。 我以为等她长大了懂事了, 就知道我为了她做出多大的牺牲。 没想到, 这孩子自私自利到了这种地步, 为了跟她爸过上所谓的好日子, 为了她脸上有面子, 竟然一点母子情分都不讲。 她今天看我就像看垃圾似的, 没有情分, 只有嫌恶。 我对她没了一点母子情分, 我垂眸, 看向我的宝贝女儿, 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给予我为数不多的温暖。 幸好, 女儿还是向着我的。 从此以后, 我就只有周会一个女儿, 至于周幼, 她可以滚出我的世界了。 很快, 周扬和徐婉就急匆匆赶了过来。 徐婉似时出头, 保养得很好, 看起来就三十来岁的样子。 她勾了勾唇, 笑得温婉得意。 李小, 你能想清楚再好不过。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周扬, 还有你的儿子周幼的。 俨然是一副女主人的模样。 至于周扬, 她甩了我一份离婚协议, 上面写着, 我只要不去她和徐婉单位闹, 她就会给我和周慧 一个月三千块的抚养费。 如果我去闹, 她一分钱都不会给我。 周扬催促道, 赶紧签, 我和徐婉忙得很, 难得请假一次。 等会离完婚, 我们还要去约个会。 我看着那份苛刻的离婚协议, 笑了。 她倒是很为她和徐婉考虑, 就是不管我和周慧的死活。 我浪费了大好的青春年华, 放弃了事业, 换来的却只有女儿一个月三千块的抚养费。 我拿出了我找的律师签的离婚协议, 不如你看看这份离婚协议。 房子一人一半, 各种补偿费加起来一百万, 每个月还要给周慧三千块抚养费。 张贵方看到那份离婚协议, 惊呼道, 李晓, 你疯了吗? 这些年, 你吃周杨的, 喝周杨的, 我们还没让你还钱呢。 你怎么好意思, 要我们这么多钱的? 徐婉暗暗点头, 他就是冲着周杨的钱, 才跟他在一起的。 周杨这回离婚大出血, 钱包受了一大半, 他会高兴才怪。 我淡淡道, 这房子首付是我们一起出的, 还贷也是我们俩一起还的, 我怎么没有资格要这房子了? 至于补偿费, 我没做家庭主付钱, 月工资高达两万, 我这些年损失的可不止一百万。 周慧要报各种补习班, 加起来三千都算少了, 我这钱要得合情合理。 我瞥了周杨和徐婉一眼, 没记错的话, 周杨你准备竞争公司总经理这个位置, 徐婉你也准备平直撑了吧。 现在正是紧要关头, 可不能出错呀, 特别是不能在个人作风上出现问题。 徐婉红浊眼, 可怜巴巴的模样, 周杨, 我好怕。 周杨安慰道, 你放心, 我会解决好这件事的。 他又瞪了我一眼, 你威胁我们。 我冷笑一声, 我这算什么威胁, 我这只是善意的提醒, 我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考虑。 周杨冷声道, 我要是不答应呢? 恰在这时, 门铃响了, 来的是快递员。 来得可真及时, 我就在等这个快递。 我拆开快递, 里面是两条鲜红的横幅。 第一条是, 大学老师徐婉申爱我夫, 作为正妻, 特来提亲那妾。 第二条是, 签示传媒周杨德不配位, 抛弃发妻, 猪狗不如。 周杨和徐婉看到这两条横幅, 脸都黑了。 最后, 周杨出于他和徐婉的前途考虑, 不得不答应我的离婚条件。 他签下那份离婚协议的时候, 脸黑得像锅底一样。 徐婉的脸色也很不好看, 他就是图周杨能赚钱, 才嫁给他。 这下好了, 周杨一离婚, 他的钱包也别了。 至于张贵芳, 更是恨我恨得牙痒痒, 为了他宝贝儿子的前途, 只能忍了。 离完婚, 我就带着女儿和周杨一家 在民政局分道扬镳了。 分开前, 张贵芳对我说, 李小, 你别高兴得太早。 以我儿子的能力, 他给你的那些赔偿, 只需要两年时间, 就能轻松赚回来。 你现在爽快跟我儿子离婚, 以后由你后悔地去。 我挑挑眉, 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有时候, 无知也是一种幸福。 周家人要是知道 我中了二十亿的大奖, 估计肠子都要毁清了。 周杨嘴角微微上扬, 眼含得意。 他对张贵芳道, 妈, 你不是嫌房子小吗? 正好我把之前的房子卖了, 跟李小一人一半分了后, 在天典前, 给你买个别墅。 好, 果然是妈的孝顺儿子。 我儿子也兴高采烈道, 徐婉阿姨很有艺术品味, 到时候就让她来装修房子, 肯定好看。 徐婉笑咪咪地道, 好, 到时候再给你装个游戏房。 她又瞥了我一眼, 还叫什么徐婉阿姨, 你现在该叫妈了。 我儿子一点都没犹豫, 一声妈就叫出了口。 我的女儿是个心思敏感的, 她怕我伤心, 轻声道, 妈, 我们走吧。 好, 我随手来了辆出租车, 我女儿连忙阻止道, 妈, 要不我们还是坐公交吧, 坐公交也方便。 我的这个女儿, 懂事的要命。 她听进去了张贵方的话, 现在就开始替我省吃俭用了。 我豪气道, 没关系, 妈有钱。 张贵方听了, 扑吃笑出了声, 你现在没房子没车子, 还是个全职主妇, 没什么工作技能。 现在出去就只能当个清洁工, 你的钱啊, 是用一分少一分, 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省得老了没钱了, 流落街头。 我女儿皱起了眉头, 不用你管, 我以后长大赚钱了, 会养我妈的。 张贵方更加不屑, 女儿就是赔钱货, 我可不信你会好好对你妈。 徐婉也搭腔道, 李小, 你以后要是找不到工作了, 可以来找我。 我们学校常年招清洁工, 顾念着你是周幼的妈妈, 我会给你介绍这份工作的。 傻逼, 你可真善良。 我朝徐婉述了个中指, 就带着女儿周会上了出租车, 没再去看她们难看的脸色。 我回了我爸妈家, 爸妈给我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庆祝我终于脱离苦海。 当年, 我爸妈就不同意我嫁给周扬。 他们觉得周扬这性子不够沉稳, 还有些妈宝, 我嫁过去会吃些苦头。 年轻的我, 有些恋爱脑, 不顾父母的反对, 嫁给了周扬, 也算是吃了教训。 他们看到周幼没跟着回来时, 一愣,周幼呢, 他怎么没跟着你回来? 我神情淡漠, 别提他了, 从今以后, 我没他这个儿子。 我爸妈都是聪明人, 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 愤愤道, 这白眼狼。 你平时对他这么好, 他怎么能这么没良心? 他这样没良心, 以后有他后悔的时候。 我妈附和道, 对, 明天我们就把大奖给领了, 带着惠惠一起享福去。 周慧问, 什么大奖啊? 我把我中了大奖的事情, 告诉了他。 周慧高兴坏了, 太好了。 我家就两个奖房, 我爸妈一间, 我和惠惠一间, 住着有些小了。 我打定了主意, 中奖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房子给换了。 第二天, 我全家起了个大奖, 去了彩票中心。 我一共中了二十亿, 我捐了两亿给福利院, 扣完税还有十四亿多。 到了银行, 我们一家人更是享受了贵宾级的待遇。 经历亲自来接待, 笑容满满, 说话客客气气, 茶水和糕点更是不断。 根据银行推出的优惠政策, 我们把一部分钱存了定期, 一部分存了活期, 随取随用, 每年都能拿到一千万的利息。 这意味着, 只要我们一家不肆意挥霍这些钱, 不用工作, 光靠利息就能活得非常好了。 为了防止周扬争这个钱, 无论是零彩票还是存钱, 都是我妈来操作的。 存完钱, 银行经理又亲自把我们送出门。 就在这时, 周扬打了电话过来。 我接了起来, 就听到周扬火急火了道, 李小, 赶紧来医院一趟, 周又住院了。 我的心不禁提了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住院了。 而后, 我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我早就没了这个白眼狼儿子, 他住院关我什么事, 我立马就冷静了下来。 那边, 周扬已经说清楚了周又住院的原因, 他食物过敏了。 周又这人从小体弱多病, 对许多食物都过敏。 多亏我这些年精心养着他, 他才能长得又高又壮, 也没怎么过敏。 现在离了我, 他胡吃海喝, 身体立马出了问题, 可真是活该啊。 我冷淡道, 你找我干什么, 我们已经离婚了。 现在他叫的妈可不是我了, 是徐婉。 他有事, 你去找徐婉呢。 徐婉工作忙, 哪有空照顾周又啊。 周扬用一种施舍的语气道, 我知道你现在没工作, 你这个年纪也很难找到工作。 这样吧, 我一天给你八十, 请你给周又当护工, 够意思吧。 银行经理听到我前夫的那番话, 抽了抽嘴角。 这是什么傻逼啊? 我可是亿万富婆, 哪里看得上我那前夫一天八十的高薪。 我冷笑, 对周扬道, 我今天很高兴。 你这晦气玩意儿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别来沾边。 你。 我不等周扬反击, 就挂了电话, 顺便把他给拉黑了。 我拿着手里那张又轻巧又沉甸甸的卡, 准备带着我家人去过买买买的潇洒生活了。 不过没想到这要巧, 没两天, 我们就在售楼中心遇到了。 售楼中心? 房产销售小李听到我们要买别墅, 热情地给我们介绍起来, 这栋别墅位于城东, 黄金地段, 周围有商场, 有公园, 闹钟取静, 离你女儿读书的地方也很近。 而且呀, 这栋别墅还是精装修, 你们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我爸妈被说得心动了, 多少钱? 两千万。 两千万对中了亿万大奖的我来说, 不是什么大钱。 要知道, 我存在银行的钱, 光是每年能收到的利息就是一千万了。 我半点都没犹豫, 就这栋了, 全款。 小李难得见到这么大气又干脆的客户, 眼睛都亮了。 那语气要多客气, 有多客气。 你们先去贵宾室等一会儿, 我去准备合同。 还没等我说话, 身后传来了一声吃笑。 冤家路窄, 周扬一家也来买房了。 张贵方率先开口, 我说李小, 你就别装了。 我家周扬就给了你两百万, 就这点钱, 就只够你买几个别墅厕所。 徐婉也点点头, 道, 李小, 我知道你对周扬有气, 知道我们也来买房, 想要当着我们的面争一口气, 但假的就是假的。 你这样做, 不是耍销售吗? 小李脸上本来还挂着热情的笑容, 一听到他们这话, 脸上的笑意立马就淡了些。 周扬这孩子也皱起了眉头, 妈妈,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以为你只是没用, 没想到你道德败坏, 还是个骗子。 我爸听了, 忍不住了, 你这王八独自怎么说话的, 明明是你爸婚内出轨许晚, 还要逼着你妈净身出户。 你怎么不说这两人道德败坏, 不知廉耻呢? 他们一个马上就成总经理了, 一个还是大学教师, 你看他们的素质, 哪个配得上他们的工作了。 他这话一出, 周围人纷纷看向周扬和徐婉, 这两人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了。 我爸越说越气, 直接给了周幼一巴掌, 真是的, 你这白眼狼怎么还有脸说你妈的? 你妈真是白养你十五年了, 她舍不得教训你, 就由我来。 一巴掌下去, 周幼牙齿掉了一颗, 还吐出了一口血沫。 她一脸的不敢置信, 这可是最疼她的外公啊。 外公, 你怎么能打我? 我爸哪里有错了? 我妈一个家庭主妇, 除了花我爸的钱, 还会干什么? 我爸这么多年, 没嫌弃我妈, 就很不错了。 再说了, 哪里是我妈养我, 分明是我妈拿我爸的钱养我。 她还要说些什么? 我爸又一个巴掌甩了过去, 她怒气冲冲道, 你知道你妈没生你钱, 她有多优秀吗? 她职位生得可比你爸快多了, 没良心的狗东西, 你妈生你还不如生块叉烧。 往日, 我看到周幼被这样打, 肯定心疼坏了。 此时此刻, 我想的竟然是我爸打得还挺对称的。 我这强迫症看了, 感觉很舒服。 张贵方看了, 心疼得要死。 真是的, 你一个大人找小孩撒什么气啊? 他妈没用, 就别怪小孩子现实。 周围的路人纷纷议论起来, 这种白眼狼就该打。 瞧瞧, 他还委屈上了。 他妈都没委屈, 他怎么还敢委屈的? 有了后妈就有后爹, 他就等着吃苦头吧。 周幼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苦头, 更没丢过这么大的脸。 他捂着脸, 挤开人群跑远了。 张贵方见了, 连忙追了上去。 就剩下周阳和徐婉还站在原地。 徐婉感受到了他们看向自己的鄙夷目光, 他挤出一丝笑, 婚姻是很复杂的。 李小和我老公的婚姻早就出现问题了。 他们俩会离婚, 跟我没有关系。 周阳抓着徐婉的手, 对, 我早就想跟李小离婚了, 跟他没有关系。 我妈怒骂道, 没关系是吧, 那怎么我家女儿前脚跟你离婚, 后脚徐婉就跟你住一块, 还领结婚证了。 我看啊, 我女儿和你周阳婚姻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跟徐婉有了婚外情。 婚内出轨就婚内出轨, 被你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你要不要脸呢? 路人听了, 义愤田应道, 这两人要脸就不会在一起了。 渣男渣女, 能不能给我滚呢? 有你们俩在, 空气里一股爱情的腐臭味。 他们脸皮这么厚, 才不会滚呢? 你没看他们, 还嘲讽这位女士买不起房呢? 周阳听了, 铁青着一张脸。 徐婉觉得没面子, 想低头离开, 还被他拉住了手。 他低声哄道, 婉婉,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 徐婉的脸色, 才稍稍和缓了些。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周阳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我, 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跟他离婚吗? 那是因为他在婚姻中, 谎话连篇。 他不仅骗家人, 也骗自己。 我怕他带坏小孩子, 才跟他离婚的。 你们用脑子想一想, 他前面十五年, 都在做家庭主妇, 他家也是普通家庭, 哪来的钱买别墅? 那些路人们看我的目光, 一下子就变了, 多了些质疑。 我气笑了。 这就是我喜欢了将近二十年的男人, 他为了洗白, 不仅否定了我为这个家做的所有贡献, 还要抹黑我。 可惜, 他的如意算盘, 注定要落空了。 如果我有钱买房呢? 周扬冷笑道, 如果你能买得起房, 我就倒立吃屎。 我笑吟吟道, 真是便宜, 你小子了, 还带片吃片喝的。 周扬瞪了我一眼, 你别说那么多废话, 你真有钱, 就赶紧把房买了。 没错, 徐婉道, 我们家周扬都坐到总经理的位置了, 也只能贷款买个叠拼别墅。 你一个家庭主妇, 用哪来的钱全款买别墅呢? 你呀, 就是想在我们面前挣个面子吧。 我淡淡道, 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验资就行了。 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房地产公司就给我验资完毕了。 大家都是看热闹不嫌是大的, 都这么久了。 寿楼大厅竟然没有一个人走, 反而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 他们问, 结果怎么样? 还用得着说吗? 周扬嘲讽道, 他卡里肯定没钱, 我都说了, 他就是个骗子。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坐等他啪啪被打脸。 我的沉默, 在他眼里成了心虚。 怎么不说话了,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小刘看周扬那目光, 就像看个傻子一样。 他轻了轻嗓子, 那个, 能不耐让我说两句? 周扬无比爽快, 你说吧, 不用给他留面子。 没错, 徐婉应贺道, 大家都看看他的真面目, 免得被他被骗了。 小刘道, 是这样的, 李小姐给我的卡里, 有三千万流动资金, 他的钱买一栋别墅, 绰绰有余。 周扬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你说什么? 小刘又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话, 我笑吟吟道, 你可以去吃巴巴了吗? 周扬瞥了我一眼, 质疑道,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这不可能, 一定是小刘收了你的钱, 他才帮你圆晃的。 你卡里最多也就两百万, 不能再多了。 周扬不知道, 我给小刘合资的那张卡, 是我卡里钱最少的一张卡了。 李小姐卡里, 就是有这么多钱。 你爱信不信, 小刘客客气气道, 李小姐, 你去贵宾室休息吧, 别理这些讨人闲的阿猫阿狗了。 好, 我和我爸妈他们进了贵宾室, 身后是众人责骂周扬的声音。 你这个渣男, 没想到吧, 你嫌弃得要死的老婆, 还是千万富婆。 你现在是不是肠子都毁清了? 你如果不跟他离婚, 你就不用还十几二十年的贷款, 就为了买个叠数了, 能直接跟你前妻住大别墅了。 哈哈, 这是渣男应得的。 周扬被骂得脸胀的通红, 你们不懂, 李小他就是骗人的。 阿呸, 你就嘴硬吧, 他就是不想吃八八吧。 这男人连八八都不敢吃, 算什么真男人。 周扬和徐婉 哪里说得过这些正义路人, 最后灰溜溜地跑了, 连房子也没买成。 一个月后, 我就和全家人搬进了新家。 周慧拥有了一个宽敞漂亮的大房间, 都是按照他喜欢的风格布置的。 他很爱读书, 他房间旁边还有一个大书房, 装满了他平时爱看的书。 周慧喜欢这个新家, 喜欢得不得了, 妈妈, 我真爱你。 看着我懂事的女儿笑得这么开心。 我爱连地摸了摸她的头, 妈妈也爱你。 我继续道, 对了, 你大学不是想读艺术设计类的吗? 这类专业, 英国算是教得最好的。 你读书好, 以后的高考成绩应该没问题, 妈妈给你请了雅思老师, 准备送你出去留学。 太好了, 妈妈。 周慧给了我一个香香软软的吻。 我在心里感叹, 还是女儿好啊? 我对她一点好, 她就能给我最热烈赤诚的反馈。 入住新家, 开心的不仅是我女儿, 我也很高兴。 我是彻底迎来全新的生活了。 我不用再跟周扬睡一张床, 忍受着她的呼噜声, 也不用五点早起给周幼做早饭, 更不用忍受张贵芳的苛责。 自从我离婚后, 我爸妈都说, 我的气色好了不少。 有一天, 我和我爸妈从外面回来, 正好看到了周扬一家 搬到了我们后面那一栋别墅。 张贵芳见到了我们, 得意洋洋地招呼道, 哟, 这不是理想吗? 看看, 这是我们的新家, 漂亮吧, 大吧, 羡慕吧, 也就那样吧, 跟我住的地方比, 小了好几倍。 张贵芳责了一声, 还也就那样, 不知道的人听了, 还以为你住的是大别墅呢? 实际上, 你们就住在老破小。 徐婉也笑吟吟道, 李小,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难过, 你跟了周扬, 一辈子都没住上别墅。 我才跟了周扬几个月, 就跟他住上了那么大的房子, 这就是命啊, 怨不得别人。 我妈不屑道, 这破房子, 谁稀罕。 张贵芳插着腰, 哟, 不稀罕你们特地过来看我们搬什么新家。 我妈无语道, 还不允许我们顺路啊。 你们住在城西, 这里是城东, 你们顺哪门子路啊? 我爸笑呵呵道, 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们就住在你们前面的房子, 风景好不说, 房子还比你们大好几倍呢。 就你们这破蝶术, 我们才看不上。 周扬不信, 真的是谎话多说几次, 自己都信了。 就你们这条件, 买得起吗? 这话你们骗骗销售就行了, 可骗不了我们。 周幼也说, 外公外婆, 你们就别嘴硬了, 到时候丢脸的还是你们。 我爸开始叫真, 你们不信, 就跟我们过来看看 我们是不是这里的业主。 好啊, 反正最后丢脸的不是我们。 张贵方他们抱着看好戏的态度, 跟我们来到了新家门口。 他计较道, 别处在门口啊, 你们倒是开门啊, 你们不会用煤带钥匙这种烂俗借口。 说进不去吧, 话音刚落, 我爸直接就用了指纹开锁功能, 把门给开了。 他讽刺道,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用什么钥匙开门啊, 现在都是用指纹了。 张贵方大惊, 你们还真买房了, 还是别墅? 我妈得意道, 没错, 你们哪里来的钱? 这你就别管了, 你们只要知道, 我们家里小离了你们, 过得比你们好就行了。 我们正要开门进去, 周扬怀疑道, 这别墅不是你们的, 你们只是在别墅里打工的吧。 张贵方猛拍大腿, 还是儿子你聪明啊, 我就说他们哪里来的钱买别墅。 你这么一说, 就都说得通了, 他眼珠子狡猾地转动了一圈, 你等着, 我等会儿就告诉别墅主人, 你们拿他们的别墅装逼, 让你们连这份工作都做不下去。 真是歹毒。 明明他儿子才是婚姻的过错方, 这张贵方还要处处为难我家。 我爸妈笑呵呵道, 我们等着。 过了没一会儿, 负责交周会雅思的老师过来了。 张贵方看着老师穿的体面, 还很有气质, 以为他才是这家的主人。 他连忙拉住了这老师, 开始告起了状, 你好, 你是这别墅的主人吧? 我跟你说, 你顾的李小异家, 拿你的别墅在外头装逼呢, 说他们才是别墅的主人。 这种庸人, 这种庸人可要不得呀。 这老师感到莫名其妙, 他们本来就是别墅的主人啊, 我只是来教周会雅思的老师而已。 什么, 张贵方听了, 惊讶的嘴巴都没合上过, 儿子, 我记得李小家也没什么钱啊。 周扬美好气道, 我记得也是, 没想到李小城府这么深, 连我都妨。 张贵方懊悔道, 那你岂不是放走了一个金鸽的? 徐婉听了, 那脸色肉眼可见得难看了下去。 周扬见了, 妈, 你别说了, 婉婉还在呢。 婉婉, 我妈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我喜欢你这件事, 跟金钱无关。 徐婉的脸色稍稍好看了些。 嗯, 这几人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去, 没了刚才的趾高气阳, 也没了搬新家的喜悦。 到了家, 我爸妈就开始懊悔, 刚才太得意忘形了。 女儿, 爸妈刚才是不是太得意忘形了? 都说才不外露, 可我看到张贵方这一家捧高踩低的模样, 就特别想让他们知道, 你过得很好。 我不以为意, 没关系的, 我们就住在同一个小区, 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 他们迟早会知道我们住在这里的。 没错, 周慧也安慰到, 外公外婆, 你们刚才嘲讽他们, 嘲讽得好爽, 我听了好解气, 被我和我女儿一开解, 我爸妈的脸色和缓了不少。 当天晚上, 我那白眼狼儿子就打了电话过来, 别别扭扭道, 妈,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谁说小孩子不现实了, 这小孩子有时候可比大人要现实多了。 我准备跟他爸离婚时, 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他爸, 不肯认我这个全职主妇做母亲。 他知道我有钱了, 第一时间就打了电话过来。 我扯了扯嘴角, 离开你们周家人后, 我过得特别好。 如果你不打电话过来, 我的心情会更好。 妈, 我知道你在说气话, 我可是你最疼爱的小儿子啊。 曾经确实是, 只是我对他的爱, 早就在他的白眼狼行为中, 消耗殆尽了。 我看向不远处在看书的周慧, 我现在最疼爱的人, 就只有我的女儿周慧了。 周佑说, 妈, 其实我早就想打电话给你了, 我怕我爸和徐婉阿姨不高兴, 才迟迟没有打电话。 哦, 你可真有孝心。 周佑没听出我的冷嘲热讽, 我听我姐说, 她在学雅思, 这是准备出国吧。 妈, 你知道我成绩不太好, 我也想去出国留学度个金, 就英国吧, 一年也就一百万。 你都买得起别墅了, 这点钱对你来说, 也不是什么大钱吧。 我不禁弯了弯嘴角, 周佑这是哪里来的自信, 她对我这么没良心, 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对她好。 她听我迟迟没回应, 有些急了, 妈, 你这么爱我, 一定会送我去留学的, 对不对? 我提醒道, 周佑, 你忘了吗? 你选择跟你爸了, 你现在跟我, 可没有一点的关系。 我爸妈也说, 就是, 你这个白眼狼, 别来扎我们李小的边。 我们现在听到你的声音, 就觉得会气。 周佑, 周佑恼羞成怒, 终于说出了他这次打电话过来的目的, 你们不就是有几个臭钱, 谁稀罕。 老师告诉你们, 我这次打电话过来, 是想弄清楚你们买房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奶奶爸爸都说了, 你离婚的时候, 肯定偷藏私房钱了。 如果我们知道你是拿婚内财产买房子, 那你这钱就得分我爸一半。 到时候, 我爸分到了你的钱, 我去留学不就是轻轻松松的事情了? 哦, 我嘲讽道, 你都把你目的说出来了, 你还能从我这里套到什么话? 没关系。 我爸那么聪明, 肯定能知道你买房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淡定地挂了电话, 他们知道我这钱从哪里来的又怎么样。 买彩票, 中彩票, 零彩票的都是我妈。 就连买这房子都是走了我妈的银行卡。 我妈的钱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跟周扬他们就更加没关系了。 周扬调查一番后, 他虽然不知道我爸妈为什么会这么有钱, 但也明白我的房子和车子都是我爸妈赠予的, 跟我没什么关系。 这样一来, 他想分我的钱, 那就是在白日做梦。 不过我没想到周扬这家人会这么不要脸。 这天, 我还在睡美容觉, 被楼下吵吵闹闹的声音给吵醒了。 我一下楼, 就看到周家人闯了进来, 在跟我爸妈理论着什么。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爸妈没好气地说, 别提了, 我们出去丢个垃圾的功夫, 他们就闯了进来, 嚷嚷着要我们赔钱。 我挑挑眉, 周扬, 我欠你们什么了? 张贵方怒气冲冲道, 你还有脸说, 你爸妈明明有钱, 你怎么好意思要我们周扬这么多赔偿金的? 我淡淡道, 一码归一码, 我爸妈有钱, 跟你们该给我的补偿金, 没有一点关系。 这些年, 我为那个家付出的牺牲是真的, 也跟周扬一起付了首付, 后面又一起还了贷款。 你们要是不满意, 可以去找法院重新裁定。 我妈点点头, 就是, 我可是听说了, 你们最近找保姆, 一个月给八千呢。 我女儿为这个家付出的精力, 要是换算成金钱, 可不止这点钱。 张贵方听了, 翻了个白眼, 还不是许婉不会做家务。 我以为她会赚钱, 工作也体面, 比李小好多了。 可没想到, 她就是个不识人间烟火的小仙女, 尽会拜我们家周扬辛辛苦苦赚的钱。 许婉沉下了脸, 妈, 你在说什么呢? 张贵方就差指着许婉鼻子骂了, 我有拿点说错了, 你嫁进来我家后, 有拿过一分钱回家吗? 还害得我家又又过敏了, 让她住进了医院, 你是故意的吧? 我双手抱胸, 看着这一场好戏。 我是万万没想到, 他们刚把矛头指向我, 自己就起了内红。 我有预感, 他们这一家四口, 没过多久就会散了。 即使没有散, 他们的日子也绝对会过得鸡飞狗跳。 许婉被张贵方骂得眼泪汪汪, 周扬, 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周扬搂着她的肩膀, 乖, 我妈年纪大了,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张贵方那嗓门大的要命, 直接给周扬一个暴力子, 你这孩子, 有了媳妇就忘了娘是吧? 你忘了, 我是怎么辛辛苦苦 把你养这么大了。 周扬气得胸膛起伏得厉害, 他沉声道, 好了, 妈, 你别说了, 我们今天来这里, 不是来让李小这一家看笑话的。 你别忘了,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对, 我差点就忘了正事, 张贵方总算是冷静了下来, 然后, 我就知道了他们来找我的目的, 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为了一个钱字。 他们是这么说的, 既然李小你不缺钱, 就把那两百万赔偿金还给我们家吧。 还有啊, 你再给我们一千万现金, 这钱呢, 我们是给周扬花的。 我们可听说了, 你要送周扬去国外上学, 那周幽也得去。 你放心, 我们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你平时想看周幽, 我们也不会拦着你。 他们这算盘, 打得不要太想。 可他们忘了一件事, 我早就对我那白眼狼儿子没感情了, 也绝对不会再为他花一分钱。 而且, 以他们的精明程度, 也不知道这一千万, 他们会给周幽花多少。 我笑吟吟道, 你们在做什么美梦呢? 这钱, 我一分钱也不会出。 张贵方不敢置信, 李小,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周幽可是你唯一的儿子啊。 你不对他好, 对谁好。 我摸了摸周慧乌黑的长发, 你忘了, 我还有一个好女儿呢。 周幽不懈地扯了扯嘴角, 我奶奶说了, 女儿就是个赔钱货, 等她嫁出去了, 肯定不会管你。 至于我就不一样, 我会好好给你养老送终的。 我讽刺地笑了, 就你。 你爸婚内出轨, 跟我闹离婚。 你第一反应, 不是为我打抱不平, 而是让我别选你, 省得我拖累你。 还当着我的面, 讽刺我没用, 夸你这个后妈好, 我能指望上你。 周幽的眼神有点闪躲, 谁让你那时候没钱呢? 要是你能给我好的生活, 我肯定选你。 我冷淡道, 周幽, 你还是不明白你错在哪里。 我能接受你为了更好的生活, 选择跟你爸生活, 可我不能接受你对我的背叛。 这些年, 我远离职场, 为了能够照顾好你, 一直在跟油盐酱醋打交道, 成了碌碌无为的家庭主妇。 你可能不知道, 我曾经跟你爸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晋升得比他还快。 如果不是为了你, 我能成为比你爸还棒的人。 当然, 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有所回报, 但起码, 你应当心存感恩, 可你并没有, 你贬低, 轻视我的付出, 迫不及待地背叛了我, 亲热地叫着周扬父亲, 徐婉母亲。 他们可是伤害我的人啊, 你甚至还跟着他们一起来伤害我, 伤害对你好的姐姐。 你觉得你现在还配当我的儿子吗? 你还配我对你好吗? 这番话过后, 周幼的脸上, 总算有了那么点羞愧之色。 张贵方撇撇嘴, 你说那么多干嘛, 你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啊, 说白了你就是不想给钱。 周幼也一脸地恍然大悟, 差点就被我妈绕进去了, 我是她儿子, 她对我好不是应该的吗? 我摇了摇头, 周幼真的是没救了, 跟她说话, 真是浪费我的口水。 周扬这人比其他人有脑子, 她开始对我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理小, 周幼她到底是你的骨肉, 你对她也付出了许多心血, 你不能放任她不管, 她现在年纪小, 不懂事, 等以后她长大了, 自然就能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了。 我妈听了, 直接吐了她一口唾沫, 我呸, 周幼判给你了, 我们可不会再管她, 我们呢, 照顾好乖孙女就行了。 再说了, 她都十六了, 可不是个孩子了, 你们这一家人, 赶紧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张贵方一家不肯走, 还嚷嚷着, 周幼可是你儿子, 你不要他, 当心你老了, 没人给你养老。 她真是想太多了。 我有乖女儿, 又有好多钱, 我会过得比他们都好。 张贵方还不如担心担心她自己呢。 我看这周扬啊, 显而易见是向着许婉的, 以后有她的苦头吃。 最后, 我报警了, 才把他们赶出了我家。 这之后, 周家人缠上我们了。 他们有事没事就闯入我家, 先是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到了最后, 他们见我们油盐不尽, 就又开始破口大骂。 我们不厌其烦, 正好暑假来了。 我干脆带着一家人去了国外度假。 这天, 我正趴在沙滩椅上。 年轻帅气的外国小哥在给我抹精油, 我接到了周扬的电话。 周扬怒气冲冲道, 李小, 你怎么这么恶毒? 我们明明签了合同, 你不会把我和许婉的事情揭发出去。 现在倒好, 我和许婉的工作都被你给毁了。 你毁约了, 我给你的两百万赔偿金, 你得还给我。 我莫名其妙, 我干什么了我? 我在国外度假呢? 这里有美景美食, 还有美男, 我才懒得管他们的破事呢。 周扬什么也没说, 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我点开一看, 是有人偷拍了我和周扬, 许婉, 在寿楼中心的那一场交锋。 那时他们嘲讽我买不起房, 却被我啪啪打脸。 视频里, 我家人的脸都被贴心地打了马赛克, 周扬一家的脸都被放了出来。 偷拍视频的人, 还给这视频取了一个劲爆的标题, 男子抛弃发妻后, 竟发现他是千万富婆, 他悔不当初。 视频底下的人, 有调侃说富婆看看我的, 也有骂这是渣男应得的。 还有人, 直接就扒出了周扬和许婉的身份, 他俩最后双双丢了工作。 我无语道, 关我屁事, 又不是我让人偷拍视频, 更加不是我让人 把视频放到网上的。 真不是你。 我才懒得管你们, 你们要怪也怪不到我头上。 我冷冷道, 当初不是你们凑上来犯件的吗? 不然也不会被人拍下这段视频。 周扬沉默了。 正当我要挂电话的时候, 周扬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柔又油腻。 离小, 其实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我只是一时糊涂, 才跟许婉在一块的。 跟他在一起后, 我才发现我最爱的人还是你。 这样吧。 我明天就跟许婉离婚, 跟你复婚好不好。 你放心, 从此以后我就只爱你一个人, 绝对不会再做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听到他的表白, 我的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他一个四十岁的老男人, 是哪里来的自信, 觉得我还会选择他的。 是年轻的弟弟不香吗? 嘴不甜吗? 还是不能干嘛? 我是昏了头了, 才会选择他这棵歪脖子树, 放弃一大片的森林。 金发碧眼的弟弟在中国流过学, 会中文。 他看到我皱着眉, 问道, 是不是力道太重了? 弄疼你了? 瞧瞧, 弟弟多贴心啊。 我笑吟吟道, 没有, 就这个力道, 我很舒服。 周扬在那边, 听到我和弟弟的对话, 怒气冲天, 质问道, 李小, 你现在在干什么? 那语气, 活脱脱像我背叛了他一样。 谁能想到, 当初是他背叛了我们这段婚姻。 而我跟他早就离婚了, 我无论做什么, 都跟他无关了。 真的是可笑。 我笑了笑, 当然是做开心的事情, 行了, 别打扰我了。 就你一个中年发福, 不爱洗澡, 睡觉打呼, 又有秃顶趋势, 还不行的中年男人, 我才看不上呢。 说完, 我就挂了电话。 周扬再打电话过来, 我已经把他拉黑了。 我回过头, 看了眼在给我按摩的弟弟, 果然看到帅气的人, 心情都好了不少。 我们在国外一晚就是两个月, 但并非对国内消息一无所知。 我妈在我们住的小区里, 认识了不少跳广场舞的大妈。 她们有个群, 专门聊小区八卦。 这周扬一家在网上臭名昭著, 连带着, 小区大妈也对她这一家议论纷纷。 听说周扬和徐婉双双丢了工作后, 张贵方就开始骂徐婉是丧门星, 她嫁进来之后, 这个家就没有一天安生过。 先是害周扬失去了我这个大富婆, 又是害周幼进了急诊, 最后更是害周扬丢了工作。 而且, 徐婉在家什么都不干, 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 她说着说着, 就开始怀念起我的好来。 徐婉也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主, 当场就跟张贵方吵了起来。 一开始, 周扬还劝家, 到了后面, 他也懒得管了, 一个人戒酒消愁。 至于我儿子呢, 本来成绩就一般, 家里又乌烟瘴气的, 成绩更是下降得厉害。 再后来, 我就听不到这一家人的消息了。 周扬没了工作, 压根就付不起这昂贵的房贷, 只能断工搬出去住了。 我爸妈听了。 评价道, 活该。 他们又道, 女儿啊, 我们可得小心啊。 周家人都很不要脸, 他们知道我们家有钱, 肯定会把主意打到我们身上的。 不得不说, 我爸妈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很快, 周家人就有所行动了。 只是, 我没想到, 他们想出的招数如此的拙劣, 拙劣道有些可笑了。 我不知道, 他们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还是在侮辱他们自己的智商。 那天, 我正在参观景点, 我妈就接到了张贵方火急火燎的电话, 亲家, 不好了。 周又被绑架了, 对方要我们在三日内给他三千万赎金。 我们如果不给的话, 他们就要撕票。 他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们上哪儿去筹三千万呢? 人命关天的是, 我妈也是心急择乱。 她连忙道, 亲家, 你别急, 我们来想办法。 好, 你们可千万别报警, 张贵方强调道, 对方说了, 我们要是敢报警, 他们就敢撕票。 我们有数的。 我妈挂了电话, 火急火燎的跟我讲了周又被绑架的事。 我妈说, 女儿啊, 我知道你不待见那白眼狼, 可到底是一条人命啊, 我们也疼了十来年, 不能就这么不管。 我爸也说, 没错。 女儿啊, 我们就管他这一次, 以后就别管他了。 我妈撒着手机, 沉思了片刻, 抬头道, 爸妈, 你们不觉得周又被绑架这事儿, 太过蹊跷了吗? 怎么说? 周扬和许婉都失去了工作, 住的蝶数都断了供, 他们现在穷得叮当响, 只能住出租房, 究竟是什么样的绑匪, 才会盯上周又啊? 我得出了结论, 这绑匪, 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 我妈一点就通, 你的意思是, 这一次周又被绑架, 是周家自导自演的结果。 很有这个可能, 也就只有他们, 一直想要我们的钱了。 我爸有些犹疑, 那万一周又就是被绑架了, 不是周家人自导自演的怎么办? 我们可不能拿人命开玩笑啊。 我冷静道, 钱照给, 等周又回来了。 我们在报警, 让警察好好查一查这周家人。 行, 就按照你说的干。 我们把钱打进绑匪指定的账户。 大概过了三个小时, 周扬给我打了电话, 说周又已经回来了。 他还特地强调道, 李小, 别报警。 绑匪说了, 我们要是敢报警, 他就把我们全家都杀了。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家人坐着飞机刚落地, 听了周扬的话。 我更加怀疑, 这是他们一家自导自演的结果。 自始至终, 周家人一直在跟我强调一点, 别报警。 那语气, 生怕绑匪被抓一样。 因此, 飞机一落地, 我立马就赶到了警察局报了警, 并且说了自己的猜测。 警察办案效率很快, 不到三天时间, 就查出周又被绑架, 确实是他们一家自导自演的结果, 就是为了讹我的钱。 周家人花钱的速度很快, 乍然报复, 他们花了五百万把那套碟数给全款买了下来, 徐婉和张贵芳又花了几百万买金银首饰。 这些日子, 周扬生活失忆, 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他拿着钱去赌, 没了三百万。 至于我这儿子, 也跟着他最近认识的狐朋狗友鬼混, 花了好几万。 因此, 警方只追回了一部分款项。 最后, 除了周又因为年纪小, 被判了三年外, 其他人都因为诈骗罪被判了十年。 在判决前, 我去见过周家人一面, 他们对我苦苦哀求, 说他们只是鬼迷心窍了。 希望我放他们一马。 我没答应, 他们这帮人毫无道德底线。 他们现在能为了钱, 自导自演周又被绑架, 用来讹我的钱。 以后也有可能真的绑架周会, 胁迫我拿钱消灾。 为了家人的安全, 他们最好的归宿就是待在牢里。 他们见我没答应, 跟我想的一样, 开始破口大骂。 我没放在心上, 不过是无能狂怒罢了。 他们被判决的当天, 周又羡慕地看了眼站在我身边的周会, 现在的他自信开朗, 脸上满是幸福的痕迹, 他一下子就崩溃了。 他大哭大喊道, 妈妈, 我错了。 妈妈, 我真的错了。 我有些无动于衷。 我永远记得他之前那副白眼狼的模样。 周又怎么会知道错呢? 他只是后悔当时没有选择我, 不能过上他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他这个人, 骨子里就是自私的。 又过了一年, 周会如愿以偿, 考上了国外数一数二的设计学院。 我亲自送他上了飞机。 我爸妈感叹道, 惠惠长大了, 都一个人远行了。 李小啊, 你要不要找个伴呢? 这样就不会孤单了。 我笑着道, 我才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呢。 我现在就挺好的, 有钱也有爱自己的家人们。 实在寂寞了, 又有嘴甜能干的小狼狗小奶狗哄自己。 还可以跟新认识的朋友去世界各地游玩, 简直不要太幸福。